第41张直播观众 全意失踪了 消息由周仪传递到魏渊手上 而在这之前 魏渊的手机上已经接收到了加密传送的视频文件 赤脚在微微晃动着 是附近的便民市场 人来人往 外表已经发生变化的张月蹲在地上 对着空气说着话 时而微笑 时而叹息一声 周围人来人往 脚步匆匆 或者皱眉 或者低声交谈 但是却始终无视了张月 赤脚微微晃动 似乎被干扰 散发出沙沙声音 这一幕充满了让人心寒的诡异感觉 张月站起身来 没有丝毫异样的融入人群当中 赤脾在张月转身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老人 然后骤然黑了下去 就此结束 魏渊吐出一口气 毫无疑问 张月有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他认出了最后的那张脸 就是曾经向自己推销过调味品的老人 这是不是代表着 其实老人一开始盯上的不是张月 而是他 如果当初他接触了老人 可能现在妖鬼话的就是他未冤 不过也有可能握虎腰牌当场爆起 但是以当初的他 面对这样诡异的邪道中人 下场和悬疑基本没有区别 会被直接放倒 生死不知 权疑是认识的人 而且打过几次交道 勉强说得上一句朋友 加上悬疑会去盯着张月起因 就是因为自己觉得张月有问题 汇报给了特别行动组 所以这件事情 与情与理 为渊都无法坐视不理 主动联系周怡 询问张月现在的情况 他在准备直播 周怡的声音有些疲惫 但仍旧还有条理 本来是这个时候的 但是有一个直播观众说 自己有一套郊区的别墅 可以交给张月去直播 到时候在现场杀羊 做羊肉吃 从时间上判断 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去了 魏渊沉默着点了点头 然后江剑提起 背在背后 右手在握虎腰牌上扶过 之前被握虎腰牌吞下的羽毛浮现出来 这是锦鱼鸟的遗留物 是他被虎君吞噬的腰区 庞大妖力 以及不甘以及怨念汇聚在人面窗里所形成的法宝 其中怨气冲天 常人动用必然化作没有理智的妖魔 被仇恨和怨气剥夺理智 他当时剖开人面窗 被握虎腰牌吞下 这压数日之后 可以靠着握虎爵和握虎腰牌 部分撬动其中妖力 将断剑和大威力改造枪械带在身上 各类服录则是在腰带一侧 为冤员简易该道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直播弄掉 别墅地址在哪里 权宜被打了麻醉针 意识缓缓模糊 他一身玄宗正道的道行 哪怕是面对开启鬼域的鬼王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但是却好像被这一身羊皮给封印了 丝毫都无法动用 权宜心底发冷 知道自己这时遇到了那种真正有大手段的邪道修行者 造处之术 原本只是下九流人贩子的邪术 没有想到还有能将这种邪术玩出花来的老怪物 权宜很快失去了意识 再度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个山中别墅 是在市郊 距离市区不远 往远处看 能够看到崇山叠障的山外风光 而往回看 则是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 风景很有韵味 悬疑的手脚被匆麻绳捆住 被扔在地上 一阵生疼 张月把一个小孩子抱下来 指着那羊道 小鱼 你看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吃的东西 这么健硕的羊可不好见 咱们啊 把这羊肉来个十二吃 红烧 爆炒 手抓 水煮都来上一遍 张小鱼一双眼睛睁大 看向大羊 眼底却有惊恐的神色 张月没有发现 只是一边说 一边大口吞咽口水 同人泛红 死死盯着那健硕的大羊 最后遗憾道 只是可惜 现在那老人没有羊羔肉 要不然手抓羊羔肉也好吃 羊羔肉 权益微正 旋即心中震怒 造出之术 他体魄强健 自然不可能被变作小小的羊羔 想要做那羊羔 只能找孩子 到人几乎咬碎钢牙 自小羞耻的清虚心 竟险些维持不住 剧烈挣扎 可这脚丝麻绳似乎做过特别处理 他根本挣扎不动 凄力耗尽 加上麻醉药的效果 只得瘫倒在了地上 心中凄冷愤怒 张月用之前得到的别墅钥匙 打开了门 将准备的材料都往里搬 别墅的主人今天没有来 很豪爽 直接把钥匙借给他 他决定等一会 一定要好好展现一下 张月伸出手 从怀里取出了一瓶调味料 放在桌上 开始了直播 一开始是惯常的热场 他瞄了一眼直播间 可能是因为之前那吃一头羊的赌局的原因 直播间热度很高 不过也有不少的熟悉名字没有出现 张月心里遗憾了下 不过见到直播间人气比起以前更高 那大老板也很好爽地直接打赏了几个狠的 也就没有在意很娴熟地操控直播间和几位申请直播连线的观众联系上 在直播间中间屏幕下面有一排小的画面 里面是和他连线的观众 一开始是先吃点其他东西 让直播间的人气维持住 然后在现场杀羊 张月取出准备好的一大盆红烧肉 往里面撒了点调味料 讲了想之后的那一大头羊 又多加了一点 全一闭目等死 听到里面直播的喧嚣声音 心中愤怒却又无能为力 但是他很快听到了轻柔的脚步声 全一睁开眼睛 看到小脸苍白 眼睛抹黑的小女孩 张小鱼蹲下来 看着那见瘦的大羊 一双眼睛里有恐惧的神色 道你 你不是羊 全一眼睛睁大 顾不得这普通小女孩怎么可能看得出这道树 剧烈挣扎着点头 张小鱼凑上前去 一双苍白的手掌费力的解纳粗大的麻绳 麻绳系地很紧 张小鱼力气又不大 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绳子都解开 全一身子晃了晃 险些倒下去 张小鱼手掌被绳子勒出了红红的几道粗印子 他朝着全一身身拘了一躬 小声念如道 对不起 我爸爸应该不知道你不是羊 你趁现在快跑吧 快跑 全一稍微恢复了点力气 却并不肯离开 无论是盗门子弟还是特别行动组 都不可能让这个孩子独自待在这里 全一现在是杨生 只能咬着小女孩的袖口 往下面拽 张小鱼被拽了两步 伸出手抱了抱扬脖子 安慰道 你放心啊 爸爸是不会伤害我的 快 快跑吧 张月毅游为锦帝吃下最后一大勺红烧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后稍微加了的那点调味料的缘故 他觉得自己还是没能吃的尽兴 肚子里像是有一团火焰在烧 张月看了看直播间且所未有的互动和打赏 一股血往脑门上冲 带着止不住地笑道 感谢大家的打赏 那么今天的餐浅预热呢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重头戏了 一整只羊 我为了今天 还专门去学习了一下该怎么样处理全羊 做的不好的地方 大家担待担待 直播间又是一阵飞快的刷屏 快快快 我已经忍不住了 引号点 赶紧的杀羊吃肉 做的好友的是打赏 引号点 主播你真牛啊 哈哈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引号点 我这心里头心心念念的可就是金儿各这顿全羊艳了 真的好长时间没见识过了 引号点 张月端着直播仪器 调整了位置 准备去抓羊 一边介绍这样是何等的难得 何等的前所未有 调动起直播间的人气 一边往前去走 映入摄像头的时候 却只是被解开的粗麻省 和空无一物的空地 张月的脸色和直播间那沸腾的人气一下就凝固了 杨没了 他心中怒气升起 却看到旁边低着头不说话的女儿 张了张口 有些无能为力 转过头 干笑着解释道 这 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杨 杨不见了 直播间一反先前的热闹热烈 此记地让人害怕 不知过去了多久 才慢慢的闪出一句话 杨 不就在你旁边吗 旁边 张月一愣 旁边只有自己的女儿 可是他还没有解释 直播间众人就沸腾起来 一句句话疯狂地划过去 对啊 那不就是上好的羊肉吗 难得的羊羔肉啊 两脚羊 两脚羊 张月看得额头渗出大滴大滴的冷汗 见或看自己女儿一眼 看到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变成了羊的眼 看到他苍白的小脸长出了白白的绒毛 那不是自己的女儿 那不就是一头难得一见的好羊羔肉吗 张月抬手重重给了自己一巴掌 打得嘴角流出血丝 争生地把这幻象抽醒了 然后艰难解释道 那不是羊 一个和他连线的观众拍桌子不干了 大声道 爷爷我打赏了那么多 就是要看你杀纸羊 默默唧唧的 是不是嫌弃打赏的不够多 来来来 爷爷再给你打赏个心 说把抽出桌上水果刀 掀开衣服 刀子往左边心口上 轮轮一次一弯 血水扑地往外喷 他却面不改色 够不够了 张月下的头皮发麻 直播间里却是一阵阵叫好 另一个直播连线的观众 是个年纪十七八岁的清秀女孩 面容帐红 叫道 那我也给你打赏一副 也用刀子往腹部一切 用力一拉 只可惜 女孩没有之前那男人的坚韧力 直接扑倒在电脑桌上不动了 直播间上的氛围却似乎更加疯狂了 一个个文字 一个个打赏划过去 真的是打赏什么的都有 心肝皮肺肾 整个屋子里的氛围都变得有些扭曲争鸣 张月的意识逐渐模糊 呼吸越发粗重 僵硬地转头看向那满脸泪痕的小羊羔 直播间只剩下最后的文字不断重复 杀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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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直播间已经被切断 对外说是主播身体不好 没能接入直播 周一手中夹着跟女士香烟 电脑屏幕前是张月的直播间 只是现在只剩下一片黑 上面一个大大的虚拟人物在鞠躬道歉 说是主播身体不好 但是即便如此 仍旧有一个各有直播间打赏头衔的观众 在执着地等待着 官方出手 效果非凡 今天 唯有人能进入张月的直播间 第四十二章五路昌神 立鬼坐兵马 特别行动组档案 编号七十三 代号金银昌 记录方式 录音 你听说过 养小鬼的故事吗 在神州周边的小国边陲 有古曼童的传说 周阳早逝的婴儿魂魄 养在骨牌上 用自己的血去喂养他们 能够带来好运 能够增加你的运气和财运 我 我就只是试了试 呵呵 他想要反噬我 可这些养小鬼的法子 也就是我们神中完胜下的 张老六 你老师点 老师 我很老师 不用救了 你们的人死定了 你是特别行动组的人 知道古曼八很正常 不过你修的路数是正道的八 那我再给你讲讲 咱们中原左道是怎么养鬼的 这个鬼叫看门鬼 又叫金银昌 金库里面有金银昌 都说是喂虎做昌 钱也能让鬼推磨 为什么钱不能有昌鬼 金银昌 金银昌 要找一个活人 男女都行 破身了没有 也不妨碍 要他同意 然后找一个愿意做这事情的邪道士 给那人吃生肉 一盆一盆地吃 然后为他吃毒 从趁着还活着 浑身上了生气 包裹上福布 然后锁在金库里 他死在那里 就没办法离开金库 之后再进去金库的人 就会被厉鬼袭击 死定了 想要取金子 都要在金库前面摆下祭坛 焚香念咒 纸钱 纸码什么都不能缺 最后燃大香通红一柱 约定好了 然后才能去取钱 你到底想说什么 想说什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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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要说 你们的人没救了 事到变了 哈哈 这样邪门的法子 比什么保镖防盗门都有效果啊 然后是一阵杂乱的声音 似乎有人被拖走 最后还在大喊 我这算什么 那梅山道法五路昌神养兵马 光有兵马没有昌江 也发挥不出什么来 这是到哪里有战死的将军做兵马 不就只能走那取巧路子 找那种怨气冲天的厉鬼 可这年头 厉鬼也不好找啊 呵呵 哈哈 那不就只能走走到都看不上的邪门法子 用术法造一个不甘不愿不愤的厉鬼出来 人间事情这么多 你们想管 你们管得了吗 声音消失 最后是特别行动组调查员的声音 经营超案件已经了结 前犯队所做罪行共认部委 见证者 大华刑部官员 以及天师府 调查员 威明宗 选一 全市市郊别墅 直播画面里疯狂地刷过一道道的弹幕 仿佛有无数人都在其声呐喊着杀杨 杀杨 恍惚皆仿佛中围围绕成百上千的人 手中举着火把 让这一场本应该中断的直播变成了某种协议的疑点 建造在山顶至上的别墅作为法坛 有起舞的痴妹王两座仪式 张月双眼同仁赤红着盯着那羊羔 右手在桌子上慢慢的提起刀子来 羊羔似乎有灵性 眼里一下流出泪来 低声叫着 让张月有些不忍心 但是这是为了女儿 为了治好那孩子的病 我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与此同时 胃里面比起往日任何一次都来得剧烈的沸腾起来 张月抓紧刀子 狠下心朝着羊羔脖子那边搁过去 羊羔似乎是吓傻了 似乎觉得张月不会伤害他 一动不动的 真是蠢 张月心里想着 不知为什么 心里钻心的痛 刀子就要捅进羊羔洞脉里的时候 突然一道黑影擦过去 然后一阵巨痛 张月被直接撞倒在地上 捂着肚子 撞进来的是一头健硕的羊 正是悬一 上一次离去带来的惨痛后果始终折磨着他 所以这一次他根本没有走 暗中观察之下 终于隐隐约约看出来了张月的路数 张月生平罪在乎他的女儿 为了他女儿能付出一切 这是执念 那邪道就要张月亲自杀了他的女儿 还要将其吞吃 这造成的后果 在所有已知厉鬼不肯散去的执念当中都足够排得到最前面去 根本不可能通过化解执念来达到消减厉鬼 或者让厉鬼主动散去的效果 最后解开竖法的一刹那 张月毫无疑问会彻底崩溃变成疯子 厉鬼中有两大类 一者心中不甘不愤 执念不去故而逗留为厉鬼 一者生前大凶大风 本就猖狂死后自然也凶悍 这是要让这张月把两者齐聚 然后再用邪门道法把他调教成利器滔天的怨鬼 路数邪的不能再邪 也是兄弟不能再凶 张月在爬起来的时候 脸上已经出现了一变 身上长出白色的羊毛 羊毛下却又似乎隐藏着鳞甲 牙齿锐利脸上也长出了白毛 双手却还是正常的人手 拳翼咬住泪流满面几乎哭得眼眶 肿起的张小鱼死命往外扯 张月口中发出嘶吼 就要扑杀过来 拳翼心里一寒 一把剑翘从刚刚的空洞里飞出来 旋转着砸在了张月的身上 将他打退一步 一道黑衣身影飞步奔入 还在奔跑 手中八面汗剑已经泛起流光 直接狠狠地披斩下去 张月身上钻出的白毛和灵甲被生生劈裂小半 魏冤马不停蹄地赶来 来不及喘口气就已经出手 这一招用力太大 掌中八面汗剑几乎被卡住 动弹不得 脚尖似乎一缕清风划过 凌空转身 抬手一道安心凝神符直接贴在张月眉心 黄符直接烧成灰烬 速度比起之前发挥效力快了不知几倍 张月眼底瞪大 一时一瞬间清明 身上钻出的灵甲一瞬间收脸 只是眼睛已经彻底化作红色 低下头看到那哭成泪人的女儿 回忆刚刚的经历 手中的刀子一下再抓不住 直接坠在地上 张了张口 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只是双目流泪 发出凄厉崩溃的叫声 直接奔了出去 魏冤抬手一剑 在斩到张月背后的时候 仍旧是灵甲阻挡 崩出一串火星 抬手拔枪 法力在右臂上快速流动 短暂强化手臂肌肉强度 腰间令牌浮现羽毛 眼中闪过一道清光 子弹出膛 这一次精准地击中张月右腿 张月亮腔倒地 但是中了这样大威力的枪械轰击 居然还能爬起来行动 魏冤拔剑药把这始终没有露出异象的男人琴下 但是突然听到一阵羊叫声 背后不知从哪里冒出许许多多的鬼物 穿着古代的军服 一面朝着魏冤扑过来 一面朝着张小鱼和羊冲去 数量众多 魏冤不得不回身收剑 左手并指拂过剑身 在这一刹 仿佛在耳边听到清月高昂的鸟鸣之声 山中锦鱼鸟 这必须要用穿甲弹才能击毙的妖物 其一生的执念愤怒 以及妖力的汇聚都化作那羽毛 此刻调动 让剑身上覆盖一层薄而快速流动的风 一道破煞猪鞋扶甩手扔在空中 焚烧 魏冤双手握剑斩出 风在甩出剑刃的时候迅速扩大 然后撕扯狂风 呼啸 恩藤 裹鞋扶路之力扫过整个别墅 那少说几十个鬼物本就不成气候 这一剑之下尽数溃散 剩下几个也都仓皇逃窜溃散 他擦一声 别墅墙壁上直接出现一道连绵猙獰的剑痕 魏冤迅速断掉和腰牌的联络 常见主地 面色隐隐有些煞白 这一招就是先前那假山君切碎众人枪械的神通 目前他能够有限制的运用 但是对于法力和经脉的损耗也巨大 魏冤转头看到张月在这短短时间已经不知去向 外面有紧随自己而来的行动组成员 不过能不能封锁那显然易变了的张月还是未知 但是刚刚斩下的林片还在 有千里追踪符 他跑不掉 而这一次 窝虎腰牌终于有了反馈 魏冤抓起条卫品 腰牌剧烈震颤 一道道文字闪过眼前 涛铁林 人游 武昌兵马浮水 涛铁林 魏冤心底荒牛 看到后面一个材料 面色不大好看 拍了一张千里追踪符 左右看了看 看向那松了口气的羊 蹲下来 持一道 悬一 拳一瞪大眼睛 重重点头 然后焦急乱转 魏冤安慰道 放心 我和一些人来找你 至于那罪魁祸首的老家伙 恰好虎君之事后 全是来了两位高人镇压 现在已有了天师府 受上青三动五雷惊目的高人杀去了 拳一松了口气 玄机思绪一鸣 想到了自己肉眼看到 张月对着空气交谈的一幕 姜印抬头看向魏冤 双眼瞪大 罪魁祸首 老家伙 他 看得到 第四十三章是生短苦 外面远远传来了激烈的枪械声 以及竖法的波动 但是张月被以邪法影响过 身躯腰变 居然生生突围出去 幸亏在癫狂之下 无异于杀戮 虽然有些人力受伤 但是大体无视 只是张月原来一个普通人 居然硬生生接下来了 小口径的枪械射击 什么事情都没有 却已经足以害人 魏冤用一个小木盒 将刚刚斩下的林甲碎片收起来 然后将剑归翘 这个时候魏冥宗那魏冥自是赵义的弟子也跟了进来 知道那一头白羊就是自己师弟 经地目瞪口呆 连连打转 然后就有些呲牙 这不管从哪里看都是一头羊 自己师弟道横也不差 怎么就着了这下九流的道 一般来说 造处之法很好破解 把羊皮打开就行 可他转好好几圈 硬生生不知道怎么掀下来 这羊皮就像是长在悬一身上似的 还因为想趴下看看是不是从肚皮上能打开 被悬一恼羞成木一下踹在胸口上 坐倒在地 这可麻烦了 赵义揉了揉肚子 苦笑不已 可能得回去请长辈们出手了 我是没法死 师姐可能也没法破了这手段 这不是我们这些道横的人能破的 或者等到天师府那魏秦了那施法的道人 也能破这数 他说着这话 眼睛却只瞅着魏冤 魏冤刚刚好把剑收好 观察了下悬疑的状态 勉勉强强看出这是在人身外照了一层羊皮 若有所思 道跟我来吧 我或许有办法破了这数 照一微正 旋即大喜 一个挺身直接站起 连连拱手道 那就先谢过魏管主了 魏冤道 我也只是试试看 未必能行 然后叹息一声 抽出两张纸巾 背着剑蹲下来 给还在哭个不停的张晓鱼擦眼泪 动作轻柔 但是在触碰到小女孩脸颊的时候 魏冤的动作却僵了一下 握虎腰牌微微震颤 相应文字浮现灵台 魏冤动作恢复正常 给小姑娘擦干净小脸 道 走吧 还是那木制柜台都老就到脱漆的博物馆里 全一召一两人 牵着暂时不知如何安排的张晓鱼进来 魏冤给他们倒了杯水 给张晓鱼拎了一瓶可乐 让他们稍微等一下 自己则是去了博物馆前面 取了一个盒子 打开封条 里面红色布料盖着一把古朴犯黑 力气深重的铁剪 正是田氏女史的鹰雾 古女画皮被斩杀之后 这把铁剪就被未冤阵在这里 群长的刀子去剖 只会把羊皮人皮一起割开 这种东西就不一样了 本来就是画皮的宝物 专门用来剥皮的物件 自然能只把羊皮切开 上面力气也能用来破掉写法 魏冤我齐铁剪 道 我要你做件事情 等一会儿 只将羊皮解开 不伤人体 剪刀微微震颤 声音像是尖利笑声 其中不屑愤恨都有 魏冤道 这算是你帮我 我会想办法把你的力气散去 让你从鹰雾转化为法器 到时候自然可以放你出去 大黑铁剪剪刀打开闭盒 仿佛笑得肆意张狂 魏冤赖着性子道 你考虑一下 铁剪还是不合作 魏冤左手瞬间拔出 一只别在腰后的断剑 争一声直接刺穿了铁剪旁边木柜台 连续斩杀妖鬼 他的剑都已经有些变化 此刻剑身之上含义森森 杀气逼人 魏冤道 做不做 魏冤拎着一把老老实实的铁剪子 走了回来 然后让玄义躺道 手中剪刀之上散发寒意 却顺服无比地划过羊皮 失了斜法的羊皮被轻而易举地划开 铁剪上汇聚的怨气力气也能破开这斜法 悬一只感觉自己身上一寒 然后就有得见天光的感觉 羊皮朝着两边倒下去 拳一胡伦从里面滚出来 四肢展开躺倒在地上 剧烈喘息着 照一连忙把自家师弟扶起来 早早准备好的黄浮兜手燃起 跪入水中做一碗浮水 浮着悬一喝下去 驱除体内外鞋残留 魏冤也松了口气 幸好能成 然后把那老实的铁剪扔到盒子里封好 鬼怕恶人 连阴气都这样 转头看到张小鱼乖巧坐在沙发上 捧着可乐 却还在无声流泪 而在卫生间和这小客厅的拐角处 几只死鬼挤在一起 死死瞅着那一罐可乐 手指都快要镶嵌进墙壁里 张小鱼愣了下 然后把可乐放在茶几上 又往几只鬼的方向推了推 一众死鬼大惊失色 几成一团 兵荒马乱 又一个能看见的 林玄宜照一这两个盗门子弟 进入这地方之后 本能察觉到有阴气 但是因为也没有力气 就只是当作这位馆主也养了阴兵 许多盗门都有类似的传承 不过走正道的话 并不会有伤天河 更不会生出利气利鬼 出于礼节 他们也没有开眼去看 魏渊暗中叹息一声 将剪子封毫 贴上符咒 走到了客厅 蹲下看着哭红眼睛的张小鱼 她还在上幼儿园 小小年纪 皮肤就苍白的过分 而且有魂体不稳的情况 有细微的魂体液散出来 魏渊伸出手揉了柔小姑娘的头发 微微和睦 掌心一道蓝色浮露闪过 驱鬼 这是上一次和董宇接触之后开发的用法 能够借助弱小魂灵晃动的魂体 看到其在意的一些记忆画面 当然 无论如何变化 这种神通终究是驱使鬼魂的法门 张小鱼并不是活人 却也不是一般的鬼物 他是活尸 人死魂流 传说生死之后第七天 是回魂业 死了的人会回尸体周围 来看看家人 然后才会离去 但是有许多种变数 一个是魂魄被滞留 在第七天没能回到尸体旁边了 了最后的尘世 结果尸体已经被火化 或者下葬 魂体找不到回家的路 就成了游荡在外的游魂 一种是把魂魄锁在身体里 非人非鬼 非生非死 这种手段在有些地方也叫续命 不是正道 招魂续命度洋气 依我命 续他命 画面在未冤眼前展开 孩子的记忆是五彩斑斓的 像是一幅幅的蜡笔画 爸爸妈妈还有自己 世界上每一件小事都是快乐的 爸爸是英雄 无所不能 能把我举高举高 妈妈是仙女 是世界上最好看最好看的妈妈 这个时候的记忆 连黑夜都是灿烂着的 但是突然蓝色的天空阴沉下来 他病了 乌云弥漫到家里来 妈妈和爸爸开始整夜整夜的吵架 小鱼想要拉开他们 但是小鱼做不到 越来越没力气了 爸爸哭了 伸出手指在他脸上滑了下 爸爸哭 羞羞 怎么哭得更厉害了 好困 想睡觉 好冷啊 好冷 妈妈走了 小鱼好像睡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爸爸看上去老了很多 妈妈不见了 爸爸说他离开我们了 爸爸抱着小鱼哭 说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 你会好起来的 等你好了 爸爸带你去最大的游乐园玩 想玩多久玩多久 可是 爸爸 爸爸 小鱼没有病 小鱼只是死了 第44章神通不及命数 记忆画面的最后 变成了猙獰着握着刀走来的张月 然后浮现出了无数的裂痕 每一个碎片里都是红着眼睛的男人 画面像是被打破的镜子那样碎开 消失不见 记忆画面就此停止 伟渊抬起手 下意识想到张月那30多岁的样子 可是张月到现在 应该只有28、9岁 是为了女儿杜洋气续命 才看上去老了那么多 那终究是修道人都望而却步的写法 一般的道人都不敢碰 更不必说一个普通人 没有谁敢冒险做那种事 但是父亲可以 伟渊低下头 看着张小鱼抬起头看着自己 心中无言 收回手掌的时候 张小鱼突然伸出手拉住她的袖口 抬起头看着她 面如着道 叔叔是要去打爸爸吗 爸爸他不是故意的 叔叔你不要打他好不好 伟渊不知道说什么 小女孩满眼期盼看着她 然后似乎知道了什么 手慢慢从她的袖口滑落下来 魏渊深吸口气 蹲下来 双目直视着张小鱼的眼睛 道 小鱼 你在这里等着 叔叔去把你的爸爸找回来 好不好 真的 嗯 我一定会把你爸爸找回来的 张小鱼眼里亮了亮 然后低下头从脖子上摘下来一个小小的吊坠 外面是个卡通角色 能够打开 里面是一家三口的照片 放在魏渊的掌心 道 叔叔你一定要把爸爸找回来啊 你就说小鱼不生他的气了 他一定会回来的 魏渊把吊坠放在了口袋 然后微笑点了点头 转身出去 拨通了周一的号码 严检一该询问道 如果人被迫发生妖变的话 行动组会怎么办 周一问道 那个妖变的人 会对无辜群众造成威胁吗 庄引号 齿锐 梅叔 木赤 念青 大概率是识人之乡 周一那边只有沉默 虽然早就猜得到是什么情况 魏渊仍是心中无言 截道术士为人害人 张月为了女儿而不知不觉 兼备化作妖魔 张晓鱼还期盼着爸爸回来 而特别行动组为了大部分的普通人 必须剪除妖魔 而他的立场又是什么 斩妖除魔 若是被害为妖魔 那斩是不斩 取酒后 道 我知道了 让周一将后方调取监控得来的大概坐标 发到手机上 魏渊把手机挂了 难得低声骂了一句草 又全重重砸在墙壁上 闭了闭眼 搭在剑柄上 宽厚的剑柄让他心中沉浸了些 特别行动组的成员开车停在魏渊前面 然后将一盒服录递给他 道 周队长说交给馆主你 如果说外邪入体时间还不算太长 消灾驱邪服有可能能够把那种邪气驱逐出去 只要能驱逐出去 就还有救 魏渊接过服录 直接上车 这位特别行动组的成员年纪不大 开车的时候更是忙得很 几乎快要把油门踩到底 跟着监控坐标快速穿梭在这一座城市当中 直到最后一部分路程的时候 才不得不停下来 蹬丢了 监控里的张月在这一片区域的时候避开了监控 为了凑齐给张晓鱼训命的东西 张月坐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快车司机 对于全市的路线很熟悉 哪怕是在那种崩溃癫狂的时候 残留下来的本能也会让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路线 本来是大晴天 天空中突然炸开几道沉温的雷声 雷声仿佛击鼓 而后似乎还起风了 风带起了一阵黑云 但是那一阵黑风没能持续太久时间就散去了 唯独雷霆之音乐发雄壮 远远扩散开 如同胜利之后的战鼓 魏冤下车之后 抬手捏起千里追踪符 一连消耗了三枚符露 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丝丝一样的气息 抬手看向一片废弃工厂的车间 抬手按键 将那消灾驱鞋扶揣在怀里 脚下奔走时候 已经调动了一丝丝锦鱼鸟的腰力 裹鞋轻锋 比不上之前那缩地浮 但是速度也比一般人快得多 更坚轻巧无声 魏冤轻而易举翻到二楼 站在玻璃旁边的窗台上 希望还赶得及 酷瘦的老人咳嗽着 咳出来黑雪 仔细看 雪里面还有一些虫子 只是那些虫子都已经死透了 全部都是焦黑色 老人脸上神色很厉 刚刚他被天师府的摸到了门 措手不及 被对方摆下法坛 生生吃了几招正义敌传的道法 刺猬冤者等懂得些小神通的 正面厮杀靠着枪械武艺或者不弱 但是真要比起竖法一道 只能算是小辈 真正大神通 非得摆下法坛典仪 打教做法 极为繁琐 对道衡的要求也极高 但是一旦施展出来 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也并非难事 甚至于天地雷霆 带天行法 他的藏身法已修到能藏三魂七破 凡俗难见 可还是被那雷声震破了道横 眼下算是着了道 只能先练出个五路昌江护身 老人站起身来 在地上摆了个八卦 然后依次端起无碗水 口中念念有词 皆化入符咒 摆水变成雪水 然后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 各自摆下一个 中间再放一个 抬手一抖 现香插入水中 稳稳落住 无风自然 发昌 收昌 寄雪法器 八卦台上起法坛 又取出一道精灵 上面贴一道皇服 抬手就起眉山五昌咒 卫冤看到张月倒在地上 人事不知 又见那老人口中起咒 晃动精灵 伴随铃声 张月身躯不断颤抖 知道不对 距离太远 要动腰力斩出剑气负荷太大 索性拔出那把枪械 用法力强化手臂肌肉 准备出手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清脆声音 面色一变 看到远处一枚铜琴滴溜溜打转 老人动作明显加快 魏冤心底按骂一声老贼 抬手开枪 枪声轰鸣 打出三发子弹 有三个方位的水碗被他直接打得粉碎 与此同时 魏冤猛地冲入这车间 从二楼翻身落在地上 落地的瞬间猛地前冲 一手枪械不断朝着那老邪道轰击 枪鸣声在空旷的车间里向是雷霆 不断回荡 一边取出消灾驱邪符 一道锋利割破手指 给浮入助林 然后直接贴在张月的背后 剧烈颤抖着的张月动作平静下来 魏冤稍微松了口气 最后一发子弹打出 被某个骑轨道法避开 只是那老怪物也有些喘息 狼狈不堪 他毕竟是修得道 求得神通 没有准备的单打毒斗不是所掌 魏冤眼底煞气浮现 准备出剑斩了这祸害 铃铛声音一下又响起来 本来平静下来的张月猛地翻身朝着魏冤扑上来 魏冤眼几手快 扭转身躯 手中剑横着直接卡住了张月的身子 看到他面容已经覆盖白色绒毛 双臂大面积生长出青色鳞片 鳞片的间隙生长出白色绒毛 一双眼睛同仁已经彻底变成红色 牙齿尖锐 喉中低吼 魏冤只能眼睁睁看着贴在他身上的 消灾驱邪符快速燃尽 一开始就已经迟了 第45张杀气状 低沉的吼声在车间里回荡着 张月脸上满是疯狂之色 如果不是魏冤那件驾驻 恐怕早已经扑上来咬在后者脖子上 原本毫无异状的身上 腰气浓郁地让魏冤眼睛都有些发疼 张月已经彻底腰变 失去了理智 只剩下本能和对血肉的渴望 魏冤想到张小瑜的恳求 闭了闭眼睛 睁开眼睛的时候 眼底神色已经转冷 见风震颤 一股气机直接震开张月 重重一脚踏在张月胸口 在其已经逐渐超越凡人的体魄之下 妖魔化的张月声声被踹开树米 手中八面汉剑趁时追击 斩落之时 不再留情 真正能够让剑法突飞猛进的方式 毫无疑问是实战 魏冤现在的剑术已比一开始的自己强了太多 剑招凌厉 招招都是奔着搏命的路数去的 不是原本普通人的张月能比 辣狼狈不堪的妖道士回过神来 面色一变 连连催动精灵 让张月攻势越来越疯狂 魏冤一剑劈下 和张月交错双臂擦过去 崩出一串的火星子 然后瞬间跌步后退 脚下他一里清风 转眼就出现在腰道身前 悬身横扫 剑锋震颤发出七粒长鸣 这一招破绽极大 但是杀伤力也极强 那道人似乎其不擅长近身搏杀 连连后退 八面汉剑斩到腰间 一串扶指都给打散 在那道人腰间割出一道伤口 剑势不绝 气势不绝 魏冤左手断剑拔出 在横扫之后猛的踏步前刺 断剑直指眉心 老道士退了一退 眼下反倒躲避不及这双剑连绵 可不等招式用出 背后恶风呼啸 张月嘶吼着扑杀上来 魏冤不得不翻滚避开 招式向后格挡 一阵蒸蒸俱声 魏冤硬生生接了这一招 加上中途收尽的缘故 一时间只觉得肺腑一阵心田 强撑着吐气开生 双剑将张月逼退 只是那张月的手掌撕扯 还是闲闲将他衣服撕开一道裂缝 他不法再插一丝 可能就得受点伤 老道士已受了大惊吓 狼狈后退 连连晃动精灵 声音很利 杀了他 杀了他 五路昌神兵马何在 速速前来护法 前来护法 车间里一时阴气森森 从那老道士背后窜出了许多恶鬼 都穿着古代的军服 还有几个穿着铠甲 惊奇烈烈 看上去到像是精锐的样子 魏冤将断剑收回 左手捏起破煞猪邪符 在剑身上一抹 剑气堂皇正大 那猪多鬼并没有鬼将统帅 不成气后 剑前在别墅里就涌出来过 被魏冤撬动妖力的一招 剑气欲风打的仓皇而逃 眼下见着这短发道士又起伏拔剑 浑身上下煞气腾腾 一个个都有些不敢过去 老道士心中气急 连连催动伏法 但是这些鬼兵眼下一盘散沙 你上前去我便下来 这边上去那边就退下 老道士道行被迫 反倒没法死正常驱使 当下剧烈摇动精灵 要张月先充当鬼将 法器里贴着黄符 上面符咒却不是朱砂 而是人血 这法器里困住了张月三魂七魄 以魂魄屈肉身 老道士急促喝道 武昌鬼将 速速听我调遣 护法杀敌 但是这一次张月却没有动作 老道士声音很力急促 武昌鬼将 速速听令 速速听令 张月动作却始终僵硬着 未约顺着他的视线 看到自己的衣服 刚刚被静风撕开一道口子 一串吊坠露出大半 在外面挂着 而张月的视线就死死地盯着那一串吊坠 眼睛瞪大 虽然没有恢复神智 却也已经泪流满面 老道士也注意到这一点 眼神戾气闪过 张口喷出鲜血 强行控制诸多鬼兵朝着魏冤杀上来 与此同时 一道暗光在诸多鬼兵当中闪过 他自己则是奔向挣扎着的张月 只恨刚刚自己被那双剑攻势害的后退 眼下距离张月倒是更远了些 魏冤手中八面汉剑抬手一抖 局势急破 撬动妖力 横斩一剑 剑气掺杂狂风 将这诸多鬼兵打退 掌中宽剑一横 只听得丁一声脆响 一道绿油油长针直接击在剑身上 绿针化作一条闭塞毒蛇 绕过剑身往魏冤掌中咬去 断剑剑光一闪而过 直接将这蛇斩作两段 而这个时候 那奸华老道已奔到张月身边 咬破手指指尖血在张月背后起伏 是大胸的血浮咒 正面厮杀 那老道是万万不是魏冤的对手 但是论到作法打叫 起伏开坛 魏冤却拍马比不上这座道肃老 只是转眼 福头福胆已成 马上落下福脚 这血浮就成了 魏冤抬手抓起那一道吊坠 猛地朝着张月抛去 台长御风 腰力此刻裹挟一道消灾驱邪符 混着吊坠落在张月前面 大声怒道 小鱼还等着你回去 老道是落下最后一步 道 起昌 胶灾驱邪浮烧成灰烬 而张月妖气更为浓郁沉厚 已经抵达让魏冤都感觉压力的程度 背后隐隐虎跑鸟力生疼 老道是冷笑一挥精灵 三魂七破驱使 从容朗生到 五昌鬼将 速速将那人与我擒来 张月昂首嘶吼 然后猛地转身 在持剑位冤注石之下 仿佛疯狂一样反噬了那老道士 手掌抓住老道手臂 尖锐牙齿猛地咬下去 伴随一声凄厉惨叫 老道士抓着精灵的手臂直接被咬断 金色铃铛坠在地上 妖魔化的张月疯狂撕咬向老道士 伴随着一道仓皇低喝 老道士衣服一下扁下去 留在原地的只剩下了一道 黑色枯草编织成的小人 满身邪气 只是从眉心裂开 上面的邪气也都散了个干净 替死党灾法 魏冤认出这个数 见身上却还有刚刚斩下的老道士鲜血 千里追踪福在 那老道士绝对跑不远 魏冤看向张月 妖魔化的张月像是疯了一样 疯狂啃咬撕扯着那断裂的手臂 吞吃下肚 最后清明下来的时候 手臂已被啃食大半 张月脸色一变 剧烈干呕起来 然后摔倒在地 金色铃铛里有他的血和一缕魂魄 现在他反噬了那老道士 这数直接逆转 张月身子颤抖 摸了摸自己的脸 还有手臂上的鳞片 鳞片间隙的白色绒毛 张了张口 泪流满面 最后七里长浩 魏冤心中无言 俯下身将那染了血的吊坠拿起 张月看着自己的手 感觉到了本能对于人类血肉的渴望 他泪流满面 看向魏冤 小于他 魏冤道 他没事 声音顿了顿 道 他说他不怪你了 张月摸着吊坠 笑了起来 却又流出眼泪 擦了擦眼泪 把吊坠放在旁边 看向没有移开脚步的魏冤 看到他腰后别着的断剑 道 兄弟 借你的剑用一用 魏冤无言 反手拔出那柄利器 扔给张月 断剑道插在地 张月拔出剑 反手插入手臂 面色煞白 然后低吼用力 把那飞人的鳞甲一片一片翘起来 扔到地上 又把自生出的白色绒毛用剑刃刮去 又逼在寡去鳞片以后已经是血肉模糊 又一次把左逼寡去 将脸上白色绒毛同样去掉 看上去鲜血淋漓 却是个人样子 张月双手托着剑还给魏冤 然后亮亮相呛站起来 一脚把那精灵踏碎 泪流满面 兄弟 我不是妖魔对吧 我不是妖魔 我是个人 我是个人啊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救救小鱼 他那么小 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就想他活着 就想他活着 男人泪流满面 重重扣头在地上 手掌死死拉着魏冤的裤腿 魏冤抬手去搀扶 然后顿了一下 气机已绝 张月不愿作为吃人的妖魔 主动踏碎了那个本命精灵 已经断了气 魏魄被邪术反噬也已散去 手掌还死死抓着那个吊坠 魏冤俯身 将吊坠拿起来 佩戴在胸口 顿了顿 手捏黄斧 缓声道 派上斥令 超辱孤魂 鬼魅一切 四生占恩 有头者超 无头者生 枪珠刀杀 跳水悬绳 宁死暗死 冤屈屈亡 债主冤家 逃命而狼 是就等众 急急超生 是就等众 急急超生 张月身上执念缓缓散去 手掌还死死抓着魏冤 魏冤道 放心 小于不曾作恶 我会尽力给他找一个妥善去处 在一正 果然松开 魏冤转身越过张月 抬手 拔剑 扎气壮 第四十六章三尺剑上 乃是坚轻名 替死党灾法的施数有效范围不长 至少以老道是眼下的道横 还在实力范围内 尤其是他还被张月撕扯下一条手臂来 血腥味道一时间根本遮掩不住 魏冤握着剑 在千里追踪符的作用之下非不追赶 脚踏轻锋 速度极快 此刻的状态下 千里追踪符强化过的感知极为敏锐 而就在他几乎已经追赶上去的时候 却突然接到了来自特别行动组的电话 魏管主 你找到那道士了吗 如果找到的话 请将他押送回来 这种邪道术士 需要交给天师府处置 和大华的刑部司法部门一起量刑定罪 虽然罪大恶极 但是司法程序还是必须要走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毕竟是人 魏冤脚步蹲了蹲 面色平淡 道 嗯 将手机挂了 放在旁边石头上 魏冤按着剑走入这全是市郊偏僻处的荒凉地方 这里依靠着一座不大的山 有村落 但是早已经被废弃了 年轻人下山 老人也去了儿女家里 基本没有人来 被扯断一臂的老道是靠坐着一块石头 面色苍白 看向魏冤的时候却有一丝从容 咧嘴一笑 小家伙来迟一步 是送那妖魔最后一程了 轻不坏啊 不过可惜 我已经报案自首了 择日去开庭 是生事死看命 最少也得在里面待一辈子 不过在这时候 你这正道修饰 还得护着老道安全 管吃管住 好吃好喝伺候着 魏冤声音冷淡 嗯了一声 将长剑缓缓归翘 慢慢往前走去 伴随他逼近 老道是察觉到有些不对 强调道我已经自首了 按照法条律令 你不能对我动手 嗯 魏冤还是不紧不慢一句回答 老道酒精阵仗 知道不对 面色极变 玩好右手抓起一个手机 急急就要按下报警键 就听到轰的一声枪响 他哭售手掌和手机 一起被专门针对 妖鬼的枪械子弹洞穿 老道是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 面色煞白身躯颤抖 魏冤将枪抬起 可惜 我不是行动组成员 老道是面色煞白 打算走最后一招 入狱在想法子 却没想到这一点 眼见着前面魏冤杀气外露 急急开口道 你助手 灵气之事 这里除了你我 可还有其他煽惊也怪的耳目 到时候只要招来疑问 所作所为根本遮掩不住 你还年轻 没必要跟老头子我同归于尽 他为了活命 不惜可出鲜血 重重拍地 怒到土地 精怪 速来 速来 说是土地 不过是心无害精怪 魏冤确实感觉到了周围多出一双双眼睛 是那些古时就存在的精怪 物知性灵 灵气复苏之后也慢慢苏醒 违法子害人 但是却也难以斩除 有道横的能招来询问事情 老道士急促喘息 面如金指 还不等他开口 魏冤确再度扣动扳机 穿甲弹直接洞穿老道士的右边膝盖 又是一声淒厉惨叫 然后再度打出一枪 将右腿打穿 然后稍微抬起枪口 这一次锁定了眉心 老道士低吼一声 破甲弹打出 却只是打入一个稻草人里 又是替死法 但是这一次老道士的身体出现在不远处 急促喘息 中围无形的山精盯着这一幕 老道怒道 我死了 你也不要想好过 你是谁 你究竟是哪一派的 还之不知道规矩 山精也怪 似乎彼此怯怯思语 其中有几个似乎要出来劝说魏冤 魏冤把打空的枪械收好 然后取出握虎腰牌 悬挂腰侧 空气中如有虎啸沉沉 刚刚似乎围堵了许多人的荒村煞时气氛凝固 魏冤面色平淡 抬手拔剑 剑韧摩擦剑翘的声音冰冷地仿佛从昏黄的历史回忆中走出 让这满山复苏精怪手脚冰凉 资厉笑未办案 闲人勿扰 一瞬死记 然后转眼之间 满山精怪散了个干净利落 土地直接钻到地里 风筋趴着风筋而望天边而跑去 庄引号 古之沃虎 老道士的面色已经惨白 魏冤吐气发力 左手断剑 右手八面汉剑都握紧 猛地抱起袭杀 老人符咒猛地洒出 被八面汉剑直接斩去 左手断剑撕扯 静气森寒 直接将腰道士的手臂斩出一道争鸣伤口 右手八面汉剑紧随其上 仿佛蛟龙 钉穿其左肩肩膀 透骨而出 老道士抬手握住剑刃 目道朗朗乾坤 你为了一个妖魔 要杀我这人 魏冤面色沉静 左手断剑重重踢斩下去 斩破一层黑色云雾 镶嵌入老道肩膀 他不是妖魔 鞅血蹦剑 进步台币 双剑交错 以玄圆剑绝和杀场剑术交错的方式疯狂攻杀 老道士本就是修神通 而不像是为冤这斩妖除魔的露术 再加上受了伤 被雷法破了道法 看着自己的保命之法不断被为冤的剑术斩碎 心中逐渐出现恐惧之情 最后一剑斩下 鼓啸之声乍起 最后一个踢死用的稻草人被斩碎 老道士面色煞白 一边后退 一边连连讨饶 我 你助手 我已知错 我也是被迫的 你放过我 我下半辈子也肯定会死在牢里 还不够吗 我把我们这一脉的道横法术都交给你 都给你 为冤不达 手上动作丝毫不停 装剑疯狂斩杀 剑术雄魂 将老道士身上一道道俘虏法术都斩破 他想起了月露流营里面私利校尉的话 斩妖除魔 无需留情 我等三尺剑锋之上 便是这人间清明 何者为妖魔 右手八面汉剑架住了老道士的右臂 左手断剑反握 猛地斩过其咽喉 撕裂法咒护身 一阵鲜血流出 老道士脸上神色凝固 眼底却有留恋 流下泪来 扑通一下倒在地上 张了张口 似乎是一个人的小名 魏冤将长剑收在侧腰位置 腰排上 锦鱼鸟的羽毛浮现出来 最大程度调动妖力 八面汉剑猛地斩出 剑身之上 狂风呼啸 极为薄的风 以及快的速度逆向流转 将腰道的尸体裹挟起来 在空中被磅驳妖力化作飞灰 死得不能再死 浓郁的妖力力气 也将魏冤自身的气息冲得粉碎 魏冤面色苍白 慢慢收剑 嗯 是我 魏冤 抱歉周警官 我迟了一步 魏冤煮着剑 看着剑气狂风散去的方向 道 他好像 为罪潜逃了 逃去哪了 我不知道 第47张养魂幕 很快就有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来到嫌犯失踪的位置 魏冤也一并上山 初步勘测之下 只发现了浓郁的妖力力气 其余什么交手痕迹都没能找到 几位出身道门的道长设下了简易法坛 打叫做法 要招来土地金怪们问询 可费了好大力气 那些金怪们还是死死不肯出来 不得已 三位道长一起上去 准备的贡品品类数量都翻了倍 这才稍微有金怪想冒个头 道人脸上稍微浮现喜色 还未开口 就见那金怪窜出来 有四只手 两只手捂着嘴巴 剩下两只捞起贡品 头也不回 跑得飞快 刷一下没了影子 道人的笑意一下僵在脸上 他转头看向周一卫冤等人 苦笑道 贫道道行不够 无能为力 这些金怪是万物性灵 素来大胆 这一次连出来都不肯 加上残留的妖气 可能是某一位大妖出手 把那个妖道带走了 周一叹了口气 看向旁边抱着见休息的卫冤 这一次有劳管主了 魏冤点了点头 卧虎腰牌微微震颤 有文字浮现灵台 击毙腰道 得道功勋 是自得腰牌以来 最丰厚的一笔 魏冤换取了目前能换取最好的养魂之法 周一还要负责处理邪道失踪 以及疑似大妖出现在人间的事情 是先前送过魏冤的行动组成员 送魏冤去了工厂车间 找到了张悦的身体 他们去的时候 张悦周围已经有三名行动组专员在 那惨烈的样子让众人神色复杂 他们将张悦身子翻过来 僵硬的身躯也松缓下来 但是张悦却始终睁大眼睛 不肯合眼 送魏冤的年轻人张浩叹息 是死不明目吗 魏冤蹲下来 看着满脸祈求的张悦 伸手拂过张悦双眼 那双死不明目一般的眼睛慢慢合上 众人微惊 见识当日上过山的魏冤 虽然已经证明了山君所言 不过是个巧合 仍旧还是下意识认为此事正常 张悦虽然身死 但是毕竟发生过强烈的腰变 魂必须经过行动组 驱除可能残留的外邪 张浩把魏冤送回博物馆 然后还有其他任务 一脚油门 风风火火的离开 魏冤回去的时候 看到赵义和悬疑站在门口 压低了声音争吵 不行 这件事情我不能同意 但是他救了我 可是生死有戒 你是不要命了吗 本来就是他救的 我尼玛 玄逸你脑子这么轴 当初到底是怎么被提前授路的 赵义似乎被气得厉害 额角跳动 突然听到脚步声 回头看到侍卫约回来了 这才止住了交谈 还没有开口问事情处理地怎么样了 就听到了一阵慌乱急促的脚步声音 哗啦 博物馆的门被小手用力推开 张晓鱼跑出来 抬起头看向门外 一双亮亮的黑色眼睛快速寻找 找了好几遍 零有找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人 抬起头看向魏冤 道 叔叔 爸爸呢 爸爸呢 他藏到哪里去了 声音有点颤抖 魏冤无言 张晓鱼似乎知道了什么 那双眼睛慢慢按下来 然后深深吸了口气 强提精神 小心翼翼悄悄问道 爸爸他不是坏人 他会回来的对吧 魏冤不知该怎么回答 过去斩妖除魔的校尉们 回到安全的人间 又是如何面对这样情况的 他们又是什么心情 张晓鱼小脸挤出笑来 连起脚拍了拍魏冤的手臂 好像是在安慰 然后退后两步 认认真真拘了一躬 谢谢叔叔 转头跑开 魏冤没有立刻去找他 只是截下了剑 擦拭去上面的法力残留和血迹 最后上了剑油 还剑龟翘 以黄服贴在剑翘上 镇压斩杀妖魔鬼怪 吃魏王两积攒的利器 最后走到了杂物间的门口 里面有被撕死压抑住的啜气声音 魏冤抬起手 本来想要敲门 可想了想 还是直接推开门 张晓鱼蹲坐在一个小凳子上 双手抱着膝盖 把脸埋在膝盖上 肩膀微微颤抖着 魏冤沉默 伸出手按在张晓鱼头顶揉了揉 刚刚似乎还能忍得住的小女孩 眼泪大滴大滴往下坠 牙齿咬着嘴唇 让自己不要哭出声 爸爸是坏人 是坏人 魏冤沉默了下 认真道 你的父亲他不是坏人 他是个英雄 我从没有见到像他那样有勇气的人 他到最后都想要保护你 去鬼神通运用 但是没有去驱使 而是想办法在控制魂体的阶段 将魏冤自己当时所见的感受传递了过去 张晓鱼肩膀剧烈颤抖 抬起头来的时候 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流 魏冤轻轻抱了下这个孩子 张晓鱼身躯颤抖 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爸爸是坏人 是坏人 他也不要晓鱼了 大坏蛋 大坏蛋 魏冤张了张口 这才是孩子眼里的坏人 张晓鱼本身就是活尸 魂魄不稳 哭得累了也就睡着了 魏冤打开我虎腰牌 这一次换取的是灵财类的宝物 他还有些好奇我虎腰牌会怎么给他 是指点移出位置让他去开启 还是传送 结果看到功勋散去的时候 似乎化作一股特殊的灵气 我虎腰牌上猛虎似乎复苏 低沉咆哮 虎口大张 其中似乎有一道漩涡 继而流光一闪 一雾直接落入魏冤手中 这一个约莫三十公分的玉白色植物 还连带附赠一个古朴的花盆 为冤也庆幸 幸亏私利校为两大神通之一 就是驱鬼 宝库之中和养魂之法相关的奇物材料有不少 譬如此物 便是当初大将军为亲横扫匈奴 把匈奴老家搬空时带回去的 且是其中比较普通的一只 真正的核心养魂木已是数十米高 识人和报的巨物 西域匈奴多奇鬼巫术 养魂之物也较当初的中原更多 只可惜为大将军打仗喜欢抄老底 然后就无了 不过眼下来看 风狼居虚 恶实艳然 恐怕是出征汉将直接将当时匈奴的大山神斩了祭天表弓 乃至于匈奴直接莫拿磨亡挺 张月已死 张小鱼的身体魂魄都很虚弱 为冤端者花盆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这个东西放下 让养魂木的效力覆盖整个博物馆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赵义看着师弟已经脑到咬牙的地步 不行 那小姑娘是活师 生死有界限 你怎么还想着续着活师法 不过是有恩报恩 可那是活师法 你的道行能续个几年 道行散尽了之后呢 用命续命吗 看玄义还是不肯转头 赵义左右连连夺步 一咬牙 道实在不行 去找祖师爷 把他那块木牌子借来 全已恶然 道 那块木牌可是祖师爷的宝贝 赵义不耐烦道 救人要紧 怎么了 难不成眼睁睁看着你去死 还是真的超度了那救过你的小姑娘 祖师爷那是五百年养魂木的木心所致 让那小姑娘设了身子 养个魂魄还是可以 你我 还有师姐都上山去 把事情说清楚 师父在宝贝那个东西 也不至于不松口 赵义声音戛然而止 胡一帝左右看了看 师弟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阴气好像纯了很多 全已恶然 也是点了点头 两个道士寻着气息 转头看到为冤抱着一盆盆栽走出来 刚要打招呼 视线死死黏住了后者手上的东西 只不过一个是盯着那玉白色的木头 一个是盯着那个古朴的花盆 两魂木 百年黑色 五百年墨黑 过千年为子 两千年为白 三千载可如亏欲 踏入修行界短暂 并不了解这常识的为冤注意到两人视线 讲到自己转了一圈 手上就多出个灵财 顿了顿 用很正常 让人看不出再说谎的语气道 刚记起家里还有这个东西 正好有用 就翻腾出来看看 另外 不要看了 花盆是假的 防骨 第四十八章敲门声 权义和赵义无言以对 看着为冤将那养魂木放在一处地方 养魂的效果恰好能将整个博物馆笼罩起来 他早就已经发现了 这个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巨婴地 也因此 他来之前 这里才聚集了一堆无害的鬼物 如果是在野外 这些家伙要么变成幽魂厉鬼 要么烟消云散 哪里还能开开心心地聚众稀可乐 此刻养魂木效果笼罩了整个博物馆 给张小鱼养好身子的同时 也能让那几个鬼物的不少的好处 赵义正要开口 剑倒为冤反手拔出了背后断剑 然后一道剑光闪过 白玉色的养魂木直接给斩下了一寸左右 赵义只觉得心里重重一凸 不是自己的也觉得心疼 险些叫出声来 思思忍住 为冤手中断剑剑光不停 将那一寸玉白养魂木木心抠出 恰好能做一张木牌 正面将张小鱼名字写好 又从悬疑那边得到了张小鱼的年岁生辰 刻路在反面 左下角刻了一个位置 而整块腰牌上遍布细密纹路 组成了一道特殊服录 这是为冤唤取的养魂法门 最大程度利用养魂木的特性 等一会儿在取小鱼一滴血入内 再以他的血助灵 这木牌就算是成了 借养魂木木心之能 佩戴在身上 能够代替以死去的肉身温养魂魄 也能让张小鱼异散的魂魄收敛 看上去和常人无异 不容易被看出根底 而若真有道横能看得出来 见养魂牌上纹路 也知道是道门正统出身 并非邪恶 为冤抬起头 看到悬翼和赵翼沉默不言 此死盯着他这边 欲言又止 尤其是视线落在他手中养魂木牌上 俘虏材质并不只有黄符 欲含灵性的木材 上层的玉石 都可以作为承载符路的材料 这种符路比起基础的黄符来说 一般是稍微难些 为冤能一气呵成 是因为从腰牌换取了客服的经验 将这一道养魂木牌收好 他做木牌只取用木心 还剩下了部分 将这两部分养魂木 朝着赵翼和悬翼的方向推了推 道如果不介意 这两份养魂木你们收下吧 当然不是白送的 还要麻烦你们帮忙找一找 张悦之前接触过哪些人 尤其是这段时间 他给谁会过大金额的钱 魂冤声音顿了顿 道 续命法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 可能有人在泄露 这些左道的法门给普通人 权益和赵翼郑重 应下了魂冤的要求 在这灵气复苏浓度 开始越来越快的关头 有人泄露这类写法出去 放着不管是巨大的隐患 张悦是用自己的性命给女儿训命 可总有人会选择用别人的命 去命法还稍微好些 若涉及到些残酷蛮荒的古代污谷之术 祸害的人就不止一个两个了 权益和赵翼驱车离开了这博物馆 两人在路上的时候 一路无话 许久后 赵翼憋不住 一边开车 一边问道 你看到了吗 未管主客的牌子 权益点了点头 复杂到和尸祖那块牌子一模一样 赵翼咧咧嘴 何止是一模一样 尸祖的牌子都有残缺的部分 是后来有人还原过的 有些地方流转不畅 毕竟那可是秦汉方术时代的玩意儿 可我见刚刚为管主客牌子的时候 手熟地狠 不像第一次客 两人又沉默下去 权益默默道 仰魂目下的 赵翼点头 点了根烟 道 和我太爷爷那些物件很像 应该是真货 嗯 那你要说出去吗 说出去 赵翼猛地摇了摇头 道 不说 卫管主都给了咱们封口费了 你说啥 他瞅了瞅自己那少说两千年的养魂目 道 这只有看民俗博物馆的普通人 魏冤让张晓鱼将木牌带在身上 因为在张悦的亲戚朋友那边 都一直认为张晓鱼已经重病不治了 再加上张晓鱼本身是活师 体制特殊 魏冤暂且将他留在了博物馆里 在将张悦后室处理完之后 张晓鱼慢慢走出了失去父亲的阴影 至少表面上如此 只是在上学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 这么大的孩子不可能不上学 但是张晓鱼情况特殊 特别行动组又不可能让这样一个孩子去普通幼儿园 于是摆在魏冤眼前的就职剩下了一条路 让晓鱼和道门的小孩子们一块去上学 现在这个时代哪怕是那些小道士都必须压着老老实实上课 除去道门早课晚课 术理化生什么都得学 还得学习福禄 步法 建法 都要以全法养生 若是想要问那里的道长学习古琴书法 只要有精力时间 那也是顺便的事情 小鱼这类情况 到那里更合适些 这段时间张晓鱼在养魂木的影响下 身体魂魄已经恢复 看上去也不再是小脸煞白 加上养魂木牌的护齿 去道门那灵气纯粹之地也已无妨 因为魏冤在之前帮了许多忙 周一道是忙前忙后帮忙处理了这件事 其中玄义和赵义也出了大力气 似乎还和长辈争吵过不止一次 气地长辈吹胡子瞪眼 直骂他们不知道尊长 可这次不止平速跳脱的赵义 连玄义沉默告罪之后也坚持下去 赵义瞅了一眼长辈 心里默默想着 尊长啊 为了培养晚辈们的修行 道门的小孩子上学也都是在山里 原本最好的选择是就近在顺天府的白云关 其中也有真修之事 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但是一来魏冤因为流朝纳玉服的缘故 对于白云关好感欠奉 二来魏明宗至少有相熟之人 于是选择了魏明宗 名字入了那山上名单 本该即刻入山 但是魏冤觉得在这个时候 孩子需要的应该是陪着他 而不是立刻又把他抛开 于是并没有立刻将他送到道门 而是陪了小鱼一个多月 才问他想不想要重新去上学 还可以去上学吗 张小鱼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魏冤点了点头 道 嗯 不过那地方有些远 你要待在山上 等到放假的时候才能回来 他伸出手揉了揉张小鱼的头发 道 到时候我去接你 嗯 魏冤将张小鱼送到了道门 回来之后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 只是有些觉得安静稍微不适应 剑树 卧虎爵每日修行 福禄每日刻画 本身修为道横也在慢慢提升 而在他修为突破了一个关爱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苍天白云 万里长空 一座青山 山下城池繁华 魏冤提着灯走在山路里 在前面发现了一座道观 很难想象在现在这个时代里还有这样的道观 魏冤照了照道观 听到里面有动静高声道 关中有道长在吗 鸭雀无声 他抬手按键 一步步走进去 看到道观内部极为阴冷高耸 供奉的不是三清神像 而是一位威严男子 魏冤还要往前看 突然心底一寒 手中的手电筒不知何时变成了一把白灯笼 灯笼里散发出忧青涩的光 道观墙壁流出鲜血 脚下台阶变做白骨 高耸的房梁变成了森森的锐利牙齿 魏冤听到一声激昂的猛虎咆哮 这道观居然只是那猛虎张开嘴巴所画 魏冤面色一变 手中的肩猛的朝着前面展出去 但是那猛虎太过巨大 一仰脖子 魏冤直接朝着下面坠下去 两排锐利的牙齿带着一股腥臭撕咬过来 扑面一股血腥 啊 魏冤猛的睁开眼睛 面色微白 他坐起身来 大口灌了一瓶水 定了定神 中了把脸冷静下来 是虎君 不 山君 是他知道了自己老家被攻破 所以用了什么法术盯上了自己 还是说 这是我虎妖牌对自己的市井 古之名剑悬在墙壁上 若有敌人来犯则名笑不止 我虎妖牌这种器物有类似的能力也正常 不过很显然 山君是不可避免的敌人 山君 魏冤抬起头 准备重新躺一会儿 可才合眼 那水鬼又敲响了门 魏冤不得已爬起来 一推门 见到一堆死鬼满脸可怜兮兮地瞅着魏冤 指着那再度空空如也的冰箱 很显然 库存又被喝干了 魏冤都忍不住要抱一句粗口 想要问他一句 之前是不是给可乐淹死的 但是这一堆死相各有不同 却都有些猙獰的鬼物可怜巴巴盯着人看 还是有点甚人地慌 魏冤看了看自己卡里的钱 可乐是不大花钱 但是不用担心长胖 并且不会喝腻的鬼 聚众希可乐的速度超乎你的想象 他无可奈何 看到天色虽然暗下来 但是没有太晚 只能主动打通了雇主方洪博的电话 想要预先支取一下这个月的工资 以及说好的菜钱 喂 你好 方先生吗 你 你是谁 方洪博的声音从电话里 传来 但是隐隐有点慌乱的感觉 魏冤解释道 魏冤 民俗博物馆 对面电话里一声惊恐的大叫 魏冤皱了皱眉 道 方先生 方先生你还好吗 电话里传来剧烈且急促的喘息着 好一会儿都平息不下去 方洪博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道 博物馆 博 博物馆啊 喂 魏冤 你最近 有没有人 我是说 我儿子有没有去你那里 那博物馆就是他的 魏冤 亚然道 您儿子 没有 怎么 您儿子要过来吗 可以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 到时候好联络 对面声音沉默了 然后那声音干涉恐惧道 我儿子他 已经死了啊 当当当 有敲门声从电话另外一头响起 很有节奏感 但是却带着阴森的气息 给人的感觉近在咫尺 仿佛压在心脏上 当当当 支压 魏冤微微转过头 看向旁边的门 门 想了 听说过 死人上门的故事吗 第49章两段回忆 当当当 当当当 精粹有节奏的敲门声音 不紧不慢的响起 魏冤看了一眼中 现在是晚上十点 外面天色已经全黑了 因为魏冤今日功法突破了一个关爱 心神疲惫 所以九点就睡下 只是睡着就做了那个噩梦 因此而惊醒 这一条街道上都是些老店 见在路数空无一人 这敲门声让人心里发怵 魏冤倒是没有什么恐惧之心 抬手握着断剑剑柄 迈步走过去 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专着得体 气质斯文儒雅 正要抬手继续敲门 看到魏冤愣了一下 然后客气笑道 这么晚了 打扰了 只是之前一直打不通电话 想着就亲自过来一趟 您是老李吧 我叫方阳 这家博物馆算是我的 我虎觉到横运转之下 魏冤看到眼前男人身上散发出洋气 居然不是鬼物 心中围动 让开了一步 让那个男人进了这屋子 刚刚还绕有兴趣的几个鬼物溜到一边而躲着 方阳环顾了下博物馆 带着一丝矜持温和的微笑坐下 魏冤给倒了两杯水 方阳端着水 一口都没有喝 只是不着边际地寒暄了几句 然后说出了主要的目的 微笑着道 我这一次过来 主要是想要收回这个博物馆 毕竟我一年都难得回来一趟全市 这几年也就三个月前来了一次 当时都没能过来看看这博物馆 这博物馆也该关门了 喝 当初我离开这的时候还跟我爸说过 这是我的心血啊 梦想啊什么的 一定得开下去给我爸一顿骂的 方阳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想想物是人非啊 当时太天真了 扯远了扯远了 李先生你看看之前签的是几年的合约 我们来把工资之类的事情结一下 他取出一份文件贷 可以看得出他之前都忙得没来得及打开合同 随手打开 取出了里面的合同 商量道李先生你是半年前前来这里的 因为特殊缘故终止合约 这违约金我会照付 工资算你七个月的怎么样 魏冤没有看他递过来的合同 转身取出了另一份合同 摆在他前面 方阳茫然不解 魏冤道 我不姓李 我姓魏 方阳面色微正 皱眉道 你不是李凯 那你怎么在这里 是他的朋友带他来看着吗 魏冤没有回答 将合同往他前面推了推 是以他打开看看 方阳胡一打开合同看了过去 是一份招聘协议 前面都还好 只是看到丰厚的报酬有些恶然 当看到最后的时间和甲方莫款签名的时候 面色却刹时间苍白 这不可能 自闻儒雅的男人几乎是下意识喊出声来 手掌都抖了抖 我爸四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方红博斯死瞪大眼睛 盯着门口 交门声停下来了 他粗大地喘着气 讲到了刚刚打电话来的人 回忆浮现 他还记得那是两个多月以前招来的人 在招到这个人之前的半年里 已经有三个过来的人跑了 他们说他们受不了 说半夜总是有敲门声 说墙壁上会流出雪来 说会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但是靠近了又会消失 他们说他们不干了 要走 就连那个说是村子里目的手过夜的都跑了 他不相信 亲自去看守 却也被吓住 就找到了这个年轻人 我叫李凯 村里人 人人都说我胆子大 火气壮 鬼都怕三分 可惜没能念出书来 不想在家种地 就跑出来城里打工 起国玩 当过保安 后来找了一个看博物馆的职位 工资不低 待遇也好 就是听说这闹鬼 我火气旺 可不怕鬼 这家博物馆的老板是个很客气的老爷子 请我喝过酒 说这博物馆是他儿子的心血和梦想 得好好保护着 老爷子常常来这看着 我问他儿子为什么不来 他说他儿子在国外 工作忙 不方便回来 我觉得老爷子有点可怜 也觉得是不是该抽个时间回去看看店吗 可还没来得及和老爷子说 老爷子来博物馆的路上出了车祸 人没了 我去葬礼上吃了一顿饭 后来半个月的时候 屋子里整天晚上吵得很 我没睡着 水龙头不知道咋坏了 老是往下滴水 可过去的时候 就又变好了 烦人的厉害 好不容易才睡下 没多久 就有人敲门 我以为还是没有人 不去管的话 敲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了 可是这一天敲门的仿佛很有力气 当当当 当当当 敲得我心烦意乱 大半夜的水来敲门 敲敲敲 敲敲敲 赶着奔丧啊 我怒气冲冲地跑出去打开门 决定如果是哪个喝醉了的家伙就好好揍他一顿 门外真的有个人影 我气得一下拉开了门 看到外面的人时候 满心怒气几乎点着了的雪一下就冷下来 只觉得脑后发凉 是前几天去世了的老爷子 穿着一身砍尖马甲 笑得磕磕气气 我只觉得背后冒冷气 你知道死人敲门的故事吗 人行人道 鬼走阴路 死人敲了活人门 这是来诫命了 我生平第一次吓得干颤腿软 只记得自己大喊一声有鬼 然后什么也不管 屋子里的衣服 刚刚买的吃的喝的 都不管了 只顾着埋头往前跑 再也不肯回去那个什么博物馆 手机也直接关机 这儿有鬼 有鬼啊 而在博物馆中 方阳面色煞白 手掌颤抖 突然将那合同扔下来 结结巴巴道 这不可能 这是你伪造的 你这是诈骗 我爸已经没了 你难道想说这世上有鬼不成 哪呢 你是不是想要说我眼皮子底下就有鬼 开玩笑也有个线 诈骗到我身上 信不信我报警 让你在里面蹲上几个月 他越说怒气越大 然后就真的拿出手机要拨打电话 卫渊随手取了一枚备用柳叶 在之前还没有用完的浮水一战 抬手闪电搬在方阳眼眶上一刷 家后者吓了一跳 担心不干净 抬手擦了好半天 才怒气冲冲睁开眼 面色一下煞白 屋子里一下赛得满满当当 在他前面是个脸色铁青的服毒女 卫渊后面站着身穿古代军装 一手扶刀 神色肃穆的男人 看上去倒是威严 就是心口上给人开了个大洞 鲜血淋漓 一双绣花鞋起舞 一个盒子框框作响 中间的盆栽好像在发光 桌子上两个指人环着手旋转 方阳思绪凝致 僵硬转过头 见到旁边二沙发上坐着 个被炮胀了一圈二的水鬼 身上缠着烂鱼网 一手撑着下巴 看到方阳看过来的时候 还冲他眨了眨眼 打了个wink 鬼 鬼啊 方阳吓得一个哆嗦 直接翻出沙发 卫冤把那水鬼和毒死鬼推开 按住了方阳 取出官方给自己的证件 好歹是让方阳稍微镇定下来 之后把这件事情 直接传讯给了特别行动组 解释了一番 将手机收好 看向方阳时候 心中想到第一次见面 和正常人无意的方洪博 不过那个时候 他没有和方洪博身体接触 自己也没有道行 看不出问题正常 但是先是张月 又是方洪博 都是权势范围 而且涉及到的秘术 都有类似的地方 魏冤心中隐隐有预感 这恐怕和先前告诉张月 续命法的人是一路获色 这一个月里 悬疑他们已经找到了 传秘术给张月的人 却发现张月接触的 只是个中间人 郑主还藏得言时 这种外传邪术的人 不能放任不管 魏冤看向神色恍惚的方阳 想了想到 你刚刚开车了吗 第五十章两个故事 离鬼离魁 方阳道也确实是开车来的 他也猜到了魏冤要做什么 果然 魏冤的下一句话 就是现在立刻开车 去他父亲居住的地方 方阳张了张口 看了看远处几个鬼 还是没能说出拒绝的话 方家家底不薄 就是大部分的亲戚四散在外 方阳是方洪博的独子 后来在国外成家 之后方洪博自己一个人住 方阳颤颤微微发动了车 眼睛却止不住往后视镜贴 后座上一双红袖鞋 安安静静待在角落 六眼看过去什么都没有 可方阳刚刚被柳叶开了眼 眼睁睁看着那炮胀了一圈的水鬼 还有心口上一个大洞的刀冰鬼 都上了这车 可偏偏这个时候 柳叶开眼法的效果到了时间 六眼看过去还是空空如也 可方阳还是觉得后背上冷嗖嗖的 旁边魏渊还从墙壁上摘下来一把剑 除此之外 还有一把黑油友一看就火力强悍的玩意儿 当着他的面把尖锐的破甲弹一颗颗压进弹匣 经历过之前的经历 魏渊深切感受到了枪械的便利之处 不说其他 上一次逼出邪道的替死法 如果近身的话 可能会有被暗算的危险 远程枪械一枪一枪就安全的多了 创造道法的祖师也可没有想到后世会有这么方便的玩意儿 方阳的车在道路上平稳前行 因为方红博住的是老区 伴随城市规划逐渐变的衰败 现在才十一点多 外面就空荡荡没什么人 方阳正分心看后世尽力空荡荡的后座 魏渊一声注意才叫他回过神来 看到前面不知什么时候路边站着了一个穿着黑色对金衣服的老人 方阳下意识踩下刹车出了一身冷汗 老人伸出手臂做出拦车的动作 似乎是想要搭个便车 这个时候这么个地点有了这么个诡异的老人拦车 方阳只觉得背后起了一身的白毛汗 也就是旁边抱着剑的魏渊让他心里安心了点 正打算开车绕开 魏渊看着那带着一丝微笑的老人 若有所思道 让他上车吧 方阳不敢置信看着魏渊 可是遇到这种事情 他也有些慌了神 而旁边的魏渊好像就是专门处理这种事情的 六神无主之下 也就只好让那老人上了车 等他思绪跟上来的时候 老人已经开了车门 安之若素坐在后座上 方阳握着方向盘 问了一句要去哪里 老人回答之后 方阳当时就觉得脑皮一炸 老人要去的地方 就是他父亲生前独居的地方 方阳心脏疯狂跳动 手握着方向盘 整个人几乎僵住了 魏渊若无其事用手臂撞了下他 才稍稍回了神 僵硬的发动汽车 两侧路灯晃过 已经进入了老城区 道路两侧都是些老房子 墙壁上爬满了爬山虎之类的绿植 道路两侧是垂下来的老树 黑色看过去只觉得阴森森一片 只能听到汽车的声音 车里面三人两鬼 一言不发 路上有点闷啊 老人看了看外面的灯 笑了笑 要不然老头子讲个故事解解闷 方阳牙齿丝丝咬住 不敢说话 魏渊笑了笑 朝着后面靠着椅子 姿态很放松的样子 道好啊 在这神州的古时候 其实也没有多古 就到一百多年前的大明时代 有些邪门的行当在 其中最邪门的都是赚活人钱 吃死人饭的 譬如柜子手 譬如赶尸人 譬如给死人理发的剃头匠 而古代某地有人犯了各大案子 就等着五十斩首 这人的舅舅在衙门里当差 家里人求过来 希望他能救外甥一命 可这犯了命案的要怎么救 这舅舅却真找到一个办法 说这次行刑不再闹事 或许可以买通行刑的柜子手 到时候须砍一刀 只断绳索 不砍皮肉 到时候外甥就装死滚到旁边的杂草宫乱草堆里 兴许还能火命 但是需要一大笔钱 一家老小便买钱财 舅舅又多方打点 终于安排妥当 情形当天 外甥虽紧张不已 但是却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 刀光一过 觉得脖子一松 连忙滚到宫里一动不动 趁着还要给其他人斩首 爬到另一处起来 立刻狂奔而去 此里逃生 大悲大喜 外甥一口气跑了一夜 直接跑到了舅舅家 入门之后 叩首就拜感激救命大恩 舅舅却吓得大惊失色 面色发白 原来今日刽子手有事临时换人 那一刀已落在实处 外甥听说此事 面色一变 伸手摸了摸脖子 当即失手分离 横死当场 故事说完之后 方杨脸色苍白一片 他父亲死了四月 现在却和一个正常人一样还活着 难道说也是这样 从后视镜里看到老人似乎微笑看着自己 老人慢慢道 这就是说破了 倒破了 有的人死了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还觉得自己活着 和正常的人一起生活 可一旦说破 马上就会倒在地上死了 方杨只觉得这老人句句若有所指 手掌握着方向盘 一片清白 这个时候 魏冤笑了笑 把断剑调整了下位置 道这样说起来 我最近也看到了个故事 同样是古时候不入下酒流的邪门行当 倒逗盗墓 吃死人饭 古时候邯郸城有兄弟二人 不学无术 只好干着盗人坟墓的行当 他们盗墓时候和旁人不一样 兄弟二人分工 老大力气大 趁颜色穿着黑衣下去盗墓 老二则是靠着扮鬼来预防补测 一旦运气不好 被人发现 就穿着一身白衣装作厉鬼 路过之人本就因为走在墓地里心惊胆战 被这一下 无不下的肝胆剧烈 转头便跑 二人靠着这一手段 走南闯北 圆通如意 这一日趁着月黑风高 准备到一座新坟 去了地方 却发现已经有同行杰族先登 和自家打扮更是一模一样 兄弟二人一轮纷纷 必是同道之人 盗墓这行当素来只看手段高低 不管你先来后到 兄弟二人盯了这坟墓许久 哪里敢善罢甘休 又想到 凡是盗墓的人 必然敬畏鬼神 盗墓之时心中胆气也低七分 不妨下他一下 将他们下走 索性装作厉鬼靠近 哥哥走了几步 仔细看那两人打扮 虽然一样是黑衣白衣 但是帽子戴得很高 手里拿着锁链枯桑棒 心里一惊 冷汗直下 这哪里是什么同行 分明是来勾魂的黑白无常 可后面的弟弟耐不住性子 学着鬼叫了一声 这不叫还好 一叫便送掉了弟弟的性命 那两人一回头便朝着老二奔去 老大身子僵硬动弹不得 那弟弟更是直接软倒在地 直接被那黑白无常赶上 黑白无常笑声善人 用他交差便是 说着锁链一把将弟弟勾住 拽出了魂魄 转头就消失不见 哥哥忙上前去一摸 弟弟已没了气息 后才知道那坟墓里根本是空的 是当死之人为夺死期的法子 为迷惑鬼差所用 只是可怜这兄弟二人 这个时候凑上前去 反倒做了个体死鬼 这第二个故事也是邪性的厉害 方阳厅的头皮直冒冷汗 这个时候 前面就是方洪博独居的地方 可方阳却始终踩不下油门 老人看向未冤的方向 道 小哥这个故事是在讲 要小心那些当死为死的人 不要轻易靠近 给人当了替死鬼是吗 方阳首长颤抖了下 魏冤笑道 不 不是 只是说两个兄弟装鬼吓人 反倒真的遇到了鬼 假的遇到了真的还不知道 非要自己撞上来 老人不解其意 却有一道余网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直接当头照下来 这谁神秘秘的老者没能反应过来 一惊之下奋力挣扎 但是却根本正脱不了 转眼被那余网捆得严严实实 刚刚魏冤讲故事的时候 后座上的水鬼和刀兵鬼就试探出 这老人并没有真本事 但是显然是和方洪博的事情摆脱不了干系 魏冤说完最后那句话之后 两个鬼就会议 直接就将他拿住 这一抓可好 原来这根本不是个老人 而是四十来岁的男人 只是化妆化成了老人模样 魏冤早就想要找那散步邪术的人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方式主动撞到手上 而这个时候 方洪终于将车开到了楼房前面 手掌捏地清白 魏冤提着那男人下了车 方洪也终于站在了门口 慢慢抬起手 敲在门上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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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